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 本来同受魏明帝曹瑞脱孤之中 共同辅佐小皇帝执掌朝政 但是魏明帝曹瑞死后 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了司马懿的意料 那么面对着风云变化 能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从司马到司马》 第三集 山欲来 《从司马到司马》 以一贯的踏实文重屡立其功 赢得了曹瑞的信任 管卫不断升迁 直至升至太位 掌管了魏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经初三年即公元239年 正在外地的司马懿 被已经病危的曹瑞召回京城洛阳 当司马懿赶回洛阳时 曹瑞已经气息奄奄 只等司马懿的到来 那么曹瑞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对司马懿说呢 南开大学教授孙力寻先生 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 从司马到司马 第三集 山语欲来 敬请关注 那么魏明帝要托给司马懿 什么后事啊 原来呀 他是准备让司马懿 和曹爽 共同辅佐 继位的小皇帝 曹芳 当时啊 曹锐啊 就这么说的 他说啊 由你和大将军 曹爽 共同辅佐曹芳 我就死无遗憾了 说着啊 他就让这个曹芳啊 站到司马懿面前 对这个曹芳说 就是他了 你可不要记错 然后呢 他还让曹芳 走到司马懿身边 用手啊 搂着司马懿 表示啊 没错 就这个人了 那么说完这话 魏明帝曹芳 当天就去世了 然后呢 就由小皇帝曹芳继位 曹芳是谁呀 原来曹芳没有儿子 曹芳是他的养子 是他收养的一个孩子 当年八岁 肯定不能亲政啊 于是啊 就由曹爽 跟司马懿 来做辅政大臣 也就是由他们两人 共同执掌朝政 曹爽是谁啊 曹爽 自昭伯 是曹魏的宗室 曹爽的父亲 可是个大人物 他叫曹珍 是曹操的祖子 这个人呢 是能争善战 很会打仗 后来他担任了 曹魏的最高的军事将领 他负责指挥 阻击 诸国亮北伐的战争 但是在二百三十一年 他病故了 所以后来阻止蜀汉的 就是司马懿 那么曹爽呢 就是曹真的长子 照一般理解 将门出胡子 曹爽这么会打仗 曹爽应该也不错呀 起码应该懂一点军事啊 结果 曹爽这个人 是要哪没哪 非常笨 庸才繁品 他在当时的兄弟当中啊 是老大 他因为从小长在宫里 和魏明帝曹瑞呢 年龄差不多 所以这哥儿俩是关系不错 所以魏明帝曹瑞是甚亲爱之 也就是对曹爽 关系特别密切 所以曹爽的地位 也就不断的升迁 到了后来 就是在魏明帝 死以前 就任命他为大将军 都督诸外驻军事 陆尚书氏 与司马懿 共同成为辅政大臣 与曹爽相比 司马懿可没有这种特殊的关系 司马懿的声望和地位 是凭他自己的本事干出来的 如果论这个特殊的关系 司马懿不如曹爽 如果论资历 论才干 他是远远超过曹爽 所以曹瑞啊 用曹爽和司马懿 共同辅佐曹芳 有两个目的 第一 曹爽是曹魏的宗史 由他做辅政大臣 可以保证曹家天下不失 第二 司马懿才干过人 所以由他来主持朝政 不断的出主意 出计谋 如果两个人 也就是曹爽和司马懿 密切配合 取长不短 曹氏政权 应该不会出大问题 一项文中的司马懿 借出了魏宁帝曹瑞的遗愿 准备和大将军曹爽 齐心协力 京城团结 共同辅佐小皇帝曹芳 确保曹魏的天下万无一失 那么大将军曹爽 是否能够与司马懿密切配合呢 曹瑞死了以后 曹爽和司马懿 他们两个人都担任了辅政大臣 当时呢 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 论年龄 司马懿比曹爽大 论地位 司马懿比曹爽略低 为什么呀 曹爽是大将军 都督诸外驻军事 还有一个叫陆尚书氏 而司马懿呢 仅仅是太位 而曹爽 而曹爽 陆尚书氏 这个是汉到三国这个时期啊 非常有实权的一个官员 也就是朝廷的政务大事 他可以监管 而司马懿呢 就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两个人的排位 是曹爽 第一为首辅 司马懿 再第二 不过 在刚刚辅政的时候 曹爽似乎也不愿意把这个关系搞坏 所以啊 他有意识的提拔司马懿 所以他也建议皇帝下诏 实际上就是他的意思啊 让司马懿担任了 都督中外驻军事 陆尚书氏等等 也就和他地位平等了 而且这两个人呢 各领三千军队 轮流在宫里面值班 保证了这个 在小皇帝继位的时候 这段时间 比较安定 这时候啊 曹爽 对司马懿个人 也是很尊敬的 因为 他比司马懿的年龄 要小 二十五六岁 论辈份 司马懿实际上是他的父亲班 所以啊 三国志里面说呀 初 初就是当辅政的时候 爽以宣王 年德并高 恒复世之 不敢专行 如果读这段话 大家发现 曹爽这时候 还是很懂规矩的 那就是 他觉得 你司马懿 德高望重 比我大二十五六岁 我就像父亲一样的 对待你 不敢专行 那就是不敢 独断专来 而这时候 司马懿呢 对曹爽的 友好态度呢 也给予回报 三国志还这样说的 宣王 以爽 谓之废虎 美 推先知 爽以 宣王 名重 亦 隐身 悲下 当时 称言 这两人看起来是 都互相 很给面子 是吧 这个曹爽呢 尊敬 司马懿 司马懿呢 又觉得 你是位之废虎啊 废虎你就是 曹魏的宗室啊 你是曹魏的正根啊 所以啊 他对这个 曹爽啊 经常是捧着他 就故意的 让他在前面 曹爽呢 对司马懿呢 也是 恭恭敬敬 所谓的 隐身 悲下 由于是这么个关系 人们就感觉 不错 当时称言 当时称言 就是人们都 以之为 佳话 受到人们的称赞 司马懿和曹爽 亲密无间的 蜜月关系 没有维持多久 就出现问题了 身为宗室子弟的曹爽 虽然雄心勃勃 却质大财疏 时间一长 他发现 自己与老谋深算的 司马懿相比 在资历才干上 实在相差甚远 于是曹爽 对司马懿 再也无法容忍 那么曹爽 究竟是如何 将司马懿发难的呢 而司马懿 将怎样应对 曹爽的发难呢 由于曹爽 没有真本事 所以他和司马懿 在一起的时候 他有一种 说不出的压迫感 司马懿 司马懿 论国家大事 论军事大事 可以说是高屋建林 胸有成足 可是曹爽呢 知之无误 说不出个ABC来 所以两人对话的时候 常常曹爽感觉到 底细不足 大凡 没本事的人 他嫉妒心就容易比较强烈 所以他似乎感觉到 司马懿的眼神 司马懿的举止 处处都高于他 看不起他 所以这样他就产生了一种 排挤 打击司马懿的念头 可是他怎么做呢 所以当时啊 他用了两个办法 第一 架空司马懿 因为曹爽身边呢 有一批啊 他的同伙 跟他关系非常好 给他出主意 结果他们当中 有一个叫丁密的 就经常告诉曹爽 注意 司马懿啊 能耐太大 你不把他压下去 你不把他排挤 以后没有你的事了 三国志啊 曹爽传有这么一句话 说这些人呢 跟曹爽说什么呀 说司马懿 有大志 而甚得民心 不可以推诿之 你看 这等于他无端的就 产生了对司马懿的一种 排斥 那时候 司马懿 可是要做大事的人 而且他 很有威望 以后的事 不能再让他参与 那怎么 才能不让司马懿 参与大事啊 丁密 于是策划了一个计谋 让他们 让曹爽啊 就是 上告天子 就是那小皇帝曹芳 让小皇帝下诏 改任司马懿 为太父 所谓太父是谁呀 按地位讲 是三公之一 可以说是上公 地位很高 但是呢 太父仅仅是辅佐 太子的老师 辅佐皇帝的老师 并没有实权 所以说 名高 而 全少 那么 皇帝就下诏了 于是 司马懿 就成了太父 他们的第一个目的 达到了 第二 曹爽 任用亲信 当时啊 曹爽啊 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 任用了一批 他认为最信得过的人 这批人 有两部分人 第一部分 就是他自己的本家兄弟 第二 任用亲信 曹爽 他的亲信呢 还真不少 如果大大小小算起来啊 得够十来个 其中 比较重要的 有这么几个 有 何彦 邓 邓 丁密 碧 鬼 李胜 这些人 这些人 都是曹爽的智囊 这些人的家世啊 不少人都是很高贵的 你比如说何彦 这人很有名 他是曹爽的干儿子 后来呢 他又娶了曹爽的女儿 金香公主 所以这等于是亲上加亲了 又是干儿子 又是女婿 再有 邓阳 他是 他是 东汉初年 开国的功臣 邓宇的后代 丁密呢 他的爸爸 是曹爽时代的点军校尉 避鬼 他的父亲 是点农校尉 李胜呢 他的父亲 是当时的上党 和巨鹿二郡的太守 所以大家看 他们这边的阵容 应该说是 够豪华的 所以他们的特点呢 我说第一个就是 皆为皇室子弟 这些人仰仗着自己的家庭 仰仗着自己出身 所以他们是很高傲的 第二呢 这些人私心很重 眼界狭窄 竟想自己的那点事 第三个特点呢 这些人呢 他们被当时社会 誉为是浮华之徒 浮华也是魏晋时期 常出现的一个字眼 浮华是什么呀 不识 空谈 不干识事 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面对曹爽势力的发展 司马懿怎么样啊 这个时候 他是比较孤单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啊 还没有形成 所以他采用的办法 就是 退屑 先保全自身 冷静观察 看看你们这些人 能够飞多高 蹦多远 然后再寻找时机 以求一成 所以三国志啊 是这么说的 说司马懿 力不能争 且 拒其祸 故 必知 应该说 这是司马懿 在这个阶段的 所采用的办法 打不过你 惹不起你 我先 远着点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曹爽的势力 一手遮天 司马懿 只得赞必风筹 然而 曹爽本来就是一个 雄无大志 看出享乐的 顽固此地 现在大权在握 他竟然干出了 一系列的荒唐事 那曹爽究竟做了些什么 司马懿 将会如何面对 曹爽的种种 以曹爽为首的这批人 如果 紧紧排挤司马懿 而他们自己呢 又有较强的从政能力 比较廉洁 所以我想历史上 会对他们 另有评价 你毕竟把魏国的 政治经济军事搞好了 是吧 你光排挤司马懿 那就可以另说 可这批人呢 实在让人失望 他们执政以后啊 是失误连连 大失人心 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 攻打蜀汉 无功而返 曹爽是大将军的 按说 大将军应该是最能打仗的 最能指挥战争的 可是曹爽 没有这个战争经历 所以他 在朝廷上 呼风唤雨 你自己的本事不强啊 你能服人吗 所以他的同伙 就建议 曹爽 你是不是打一次仗 露露脸 也显示显示 咱们这批人 有本事 打谁啊 咱打蜀汉 当时曹爽 就觉得 我打一个胜仗 是吧 第一 让社会上 认识认识我 我能打仗 他把打仗 想得太容易了 第二呢 我也给司马懿 来个压 是吧 你意思 我不比你差 当时司马懿 听说曹爽 准备发动 打蜀汉的战争啊 就特意告诉他 蜀汉 可不能轻易打 你不要以为 我说打就打 不准备充足 你根本不能 发动这个战争 可是曹爽 不听 一意孤行 正十五年 也就是二百四十四年 曹爽 带领六七万军队 开始打蜀汉 他还亲自到长安 去坐镇 也想跟他父亲 当年一样 是吧 我亲临第一线 当时啊 打蜀汉 最重要的是过秦陵 过秦陵 实际上就过几个谷口 当时啊 他们准备穿越洛谷 山道崎岖 非常狭窄 因为打蜀汉的第一战 是汉中 只有拿下汉中 你才能进一步的向南用兵 可是当时蜀国就占据了地利 派军队把守谷口 大家说这个谷口啊 一旦把住以后啊 你后面有多少军队 你也过不来 因为很窄 是吧 你的军队啊 实际上是受到了限制 所以啊 这时 曹伟军队 前进很缓慢 而且在当时战争中 我们从诸国亮出齐山 你到现在 曹伟打蜀汉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是粮食问题 你粮食供应不足 谁也打不了仗 当时曹伟的军队 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山路崎岖 粮食供应不足 牛马驴螺多死 民以好弃道路 就是运粮食的那些个牲口 要不就累死 要不就摔死 那些老百姓都很痛苦 所以当时啊 军民怨声载道 战争没有任何成效 曹爽也无计可施 这时候司马懿给他写信 说赶快撤兵 你根本赢不了这个战争 最后曹爽是非常尴尬的 把军队撤回来了 所以他原来啊 想通过战争 露露脸 结果露怯了 让社会上对他们都嗤之以鼻 这是第一 第二 变异法度 排斥一击 在曹爽执政的这个期间呢 他们还搞过一次所谓的改革 这叫什么呀 叫证实改制 照一般理解 改革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啊 有利于社会发展呢 可是他们的改制 却遭致了社会的批评 你比如说 当时啊 有一位老臣 太尉 奖纪 上书 说了这么几句话 说事实 曹爽专政 丁密 邓阳等 轻改法度 造成什么呀 无一一致 士族 伤民 那就是讲计 就批评 轻改法度 对社会没有造成什么好处 反而使社会 有许多的困境 对老百姓 也是一种伤害 这是第二个 关于改革 第三 生活腐化 大失人心 这可能是司马懿 能够把曹爽 制服 打倒的一个主要条件 就是你对方太腐败了 而他们的腐败 是从曹爽那看 这个人 由于权力很高 所以他自己 在生活上 处处 按照皇帝的那个标准 来做的 比如他的衣服 他的各种的 穿戴 饮食 都按皇帝的标准 而且他觉得皇帝的 很小 他说一不二 所以他自己动不动 就把宫女的东西 拿到他家里去 把宫女 弄到他家里 给他演唱 供他玩乐 而且他还经常和这伙人 在一起 花天酒地 甚至还修了一个地下宫殿 装饰得非常豪华 在那日夜的饮酒 所以这些做法呀 当然这批人 是尽情地享受 可是 连他的一个弟弟 曹熙 都看不过去了 就告诉曹爽 说你们啊 这样做呀 不异于你们自己 而且非常恳切 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 批评他哥哥曹爽 曹爽看了以后 很不高兴 所以从这儿啊 我们都可以看到 司马懿 是在一个烈士 曹爽呢 是在一个强势 但是 一方面 失去人心 司马懿呢 就在这个环境下 开始准备反扑 筹备力量 此时的曹爽 实在是势力强大 司马懿只好 以自己年事已高 疾病缠身为借口 推并不出 他的两个儿子 司马师和司马昭 也都退职 闲居在家中 不过曹爽并没有 对司马懿 一再示弱的举动 完全放弃 那么 他将如何打探 司马懿的虚实 而司马懿 又会采取怎样的招数 来对付曹爽呢 与曹爽比啊 确实司马懿 还不能公开的 和他们抗衡 后来司马懿感觉到 我呀 不如给他们来一个虚的 我不跟你们在一起了 我也不说话了 我也不参政了 我装病吧 所以我现在感觉啊 这个历史上啊 这搞政治的人呢 会装病可能也是一种 本事 司马懿也在这以前就装过一次 这个大家知道 是吧 就是22岁的时候 把当时曹爽都蒙住了 曹爽也没办法 你病了吗 是吧 我就不愿意到你这来 这一次 司马懿又来了 正始八年 247年 这时候 大家注意 司马懿 可不是小年龄了 当年装病是公元的201年 现在是公元的247年 也就是467年以后 他又来了一次 这一次 他还装 自己是中风了 看起来这下装有道理 当年我就中过风 现在又中风了 所以他就表示 我不到朝礼来上班了 回家休养去了 当时他病了 这消息 让曹爽挺高兴 为什么呀 你不在我这耐手耐脚 我不更可以胡来瞎折腾吗 可是曹爽又想 你这个老司马 你是真的假的 所以他有些嘀咕 是吧 所以可巧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同伙 有一叫李胜的 原来李胜担任的是河南隐 这是负责防卫京师 洛阳这一带的治安的 地位很重要 也相当于郡差首 他老家是荆州 所以他被调任到 任荆州 到那去任职 在他临行的时候 曹爽就告诉李胜 你到老司马那看看 你看看 他是真的假的 因为你有理由 你借这个辞行的名义 不就可以探望他一看老人吗 李胜就答应了 李胜答应以后 就来到了司马懿的家 这时候 司马懿一见李胜 就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准是探听虚实 所以司马懿马上又开始装 大家注意 非常精彩的表演 首先 司马懿 让身边的丫鬟 给他换衣服 换衣服的时候 他又装作肢体僵硬 衣服穿不进去 掉了 他也不知道 好像神志上都有问题 然后 他又指着嘴 那次 我渴了 丫鬟呢 就赶紧给他端来粥 端来粥 你不得拿手去接吗 他又不拿手 拿嘴就去喝 他能喝得进去吗 其实也能喝 可是他不喝 搁到嘴里就往外流 弄得衣裳上 都是沾满了粥 这时候 李胜说话了 一看 你看 衣服穿不上 喝粥粥往外流 所以李胜说呀 重情为民工 救风发动 何以遵体乃儿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外面的人呢 重了 就是我们大家呀 都听说 您老人家 老病复发了 什么病啊 重风的病 可是我没想到 你身体 糟糕到 现在这个状态 这是第一句话 那司马懿怎么说呀 司马懿 故意的 上气不接下气啊 气喘吁吁啊 现在是 年老病重 死在单膝 你现在来了呢 我也挺高兴 我听说 你要到 并州去 任职了 那个地方啊 靠北 进湖 你要多加戒备呀 我恐怕 看不到你了 他这句话 故意 说反 李胜是到 荆州 荆州在现在的 湖北这一带 他故意说什么呀 是并州 并州在现在 山西这一带 并州靠北啊 那边不有湖人吗 他故意下车 你到并州了 那边有湖人 你多注意 结果李胜啊 就说 我不是到并州 我是回家乡啊 我是老家是在荆州啊 结果四马一又说 哦 你到并州啊 努力自爱吧 他故意还说并州 就李胜一听啊 你真糊涂透顶了 我说了一遍 你还听不清 怎么办 又一字一句的说 我是回荆州 不是去并州 这时候 四马一好像太听懂了 哦 你去荆州啊 我年老了 一欢呼 我已经好像 不知道多少事了 误解军言 你以后啊 到了那以后啊 你就好好干吧 好见功勋啊 这种表演 让我说 完全是违心的 而且是装得是非常像 连本来就去探听虚实的李胜 都被迷惑了 他觉得 你司马懿 肯定不行了 结果他回到了曹爽那 跟曹爽怎么说的 他说啊 太妇患不可复计 令人苍然 说 太妇啊 老司马啊 现在这病啊 完了 我估计他已经是病物高荒了 我都感觉着有些难过了 这时候 曹爽感觉 一块石头落了地 你司马懿终于 看不过我了 所以他更加肆无忌惮 其实呢 司马懿 暗中 正在做加紧的准备 而曹爽呢 只知道享乐 浑浑噩噩 不知道现在形势发生了什么 人都知道 当时是山雨欲来 封满楼 就等待一个时机 看司马懿 怎么收拾曹爽 那么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 我们下次再说 谢谢 一生文重谨慎 忍自为心的司马懿 在他年于古稀之时 突然发动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政变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面对专权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将军曹爽 司马懿究竟如何施展自己的政治手段和高压政策 南开大学教授孙力群先生 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 从司马到司马第四集 高平林之变 敬请关注